路加福音六章五节 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 所安息日是以色列人非常重视的戒律 因此这个民族对他们而言 举凡触犯了这个戒律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安息日的主 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 表明他是有权柄管理安息日的 他也是赐给人安息的 他赐给人安息 而不是要人受安息日归条的束缚 今天新约的基督徒 是否我们反而会因为不要守条文仪式 而反而不守主日 不时依奉献等等呢 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仅仅遵守一文礼节 而是内心遵主为大 遵守神的话语 我们下来做一文运节 因为我们下来有信息日必须 防刺的垂下 稍谱 用一文运节